我们从英国不同的门店买了四条电热毯 每张床上都放了一条 甚至客厅沙发上也放了 冬天就能暖暖地看上一场电影了 很快我的狗或许也会有一条电热毯了 哈哈 因为有电热毯 我推迟开暖气了 给我的每个孩子都准备了一条 他们和我一样喜欢 而且电热毯很省电 电热毯为我保暖 都不用开到最高的 而且耗电少 物超所值 在寒冷的夜晚帮我节省了取暖费 除了完美 我无话可说 近日 在境外电商平台亚马逊上 一些买了中国制造的电热毯的海外网友 纷纷在评论区高呼 这个神气可太舒服了 许多中国电热毯厂家可能从没有想到 会因为欧洲能源危机而开拓新的出口业务 随着冬天临近 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和电力价格继续大幅波动 暴涨的能源账单让许多欧洲人头疼 甚至有人开始砍柴取暖 于是价格便宜 耗电又低的电热毯成了上家选择 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 今年7月 欧盟27国进口中国电热毯高达129万条 环比增长近150% 其中 7月中国向德国出口41.9万条电热毯 8月出口量增至63.2万条 英国8月则进口了58.2万条 目前 不少中国电热毯企业都出现了爆单 一些欧洲媒体甚至预测 秋冬季节的进口需求还会更多 中国工厂的生产力 甚至可能出现跟不上的情况 一些欧洲进口商则表示 相比于欧洲传统的电热取暖设备 中国生产的电热毯热能转化更高 耗电量更低 中国的电热毯技术也更成熟 英国《每日邮报》找专家算了一笔账 一条额定功率100瓦的电热毯 开一整晚所需电费仅为0.42英镑 远低于开暖气的价格 在亚马逊上 便宜的电热毯价格可低至20美元左右 虽然普遍比中国电商平台上的价格高 但还是比用天然气更划算 不仅是电热毯 在不少欧洲家庭对暖气空调都快用不起的情况下 来自中国的电热器 暖宝宝 热水袋等产品 今年也出现了爆发式增长 在中国取暖气生产基地之一的浙江省慈禧市 相关企业今年一直在忙着赶制订单 以应对欧洲等地客户的补单潮 据宁波海关的数据 今年1至8月 慈禧取暖气出口33.5亿元 同比增长26.3% 其中出口欧盟15.3亿元 同比增长55.2% 而义乌小商品城的商户 今年也感受到了欧洲订单不同寻常的火 央视采访的一位经营热水袋生意的商户就说 往年最大客户的订单量一般在90万件左右 而今年有客户直接下单200万件 此外 中国生产的空气原热泵 在欧洲也成了抢手货 这种设备的原理是 将户外空气中的低温热量吸收进来 经过冷煤处理 把热量传递到室内进行供暖 虽然转化率不算太高 但胜在消耗非常少 在当下欧洲电费飙升 天然气限流的情况下 不少欧洲家庭纷纷关闭昂贵的天然气锅炉和地面 反而用热泵替代 目前 中国在空气原热泵领域 占据全球60%的生产订单 值得一提的是 据外媒报道 印度 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看到中国取暖神器大量出口欧洲后 也开始模仿生产 由于原材料和生产技术等原因 效率目前还不高 但价格方面相比中国来说更为低廉 有评论认为 东南亚国家在最近几年 想替代中国制造业的野心可谓非常大 他们低廉的人工费和充足的劳动力 正越来越成为优势 在欧美市场的争夺中 他们纷纷瞄准了抢中国订单